今天又出汤了啊 现在本地有些菜都出来了 白菜的比较多了 不像之前很少 我们也比较好卖 一些菜多了 除了一些好卖 10块钱一斤白菜 10块钱一斤白菜 我们先来一个菜 这个菜都吃不出来 这个菜就吃不出来 这个菜就吃不出来 不吃不吃 这菜都吃不出来 要不吃 真的吗 很吃 不是 我家的看这个菜 就吃了 你吃一样 4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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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重的 10块 那叫20楼 好 20楼 20楼 等一下 8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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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块 1块 2块 2块 1块 3块 3块 5 complement 不然 喝不饭了吧 你快饭 我快饭 他吃蟹饭点 蟹饭都是你 蟹饭都是你 喝不 骨头上的好乖 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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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便宜 decline 我去看一看 把小丁 吃了 这边有了 拜拜 今天方格吃了我 哈哈哈 我吃了我吃了我吃了 吃了我吃了 擦水大一下 哈哈哈哈 你摸着看那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种过苦瓜或者是买苦瓜里面发现有蛆虫的 会不会害怕吃不下去 如果瘦我的话我会吃的很香 其实虚虫的小幼虫 我觉得如果说它没有被外界去污染的话是比较高营养高蛋白的 吃起来其实不用那么有心理恐惧吧 但这个其实也分人 我个人的话我是能吃了下去的 苦瓜确实不太好种 容易长虫的 但是虫外面是被看得出来的 如果是有虫的话 表面是结巴或是有个洞 但那个虫也有两种 一种是蛆虫 还有一种就是小小的那种长条性的虫 如果是去风的话里面是很多虫 很多虫暖 如果是那个小的长条的那个虫 软乎乎的那种里面是没有虫暖 它就吃完之后可能又走了 然后还有洞里掰开 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分两种 这也不好防治的 特别是那个果蝇虫不好防治 我们这还好 有一些菜其实虫也不是很多 可能有些地方特别是南方 被果蝇虫叮的蔬菜蔬果会非常多 今天的菜其实挺多的 已经卖了一大半了 市场上的菜也多 哦 那你干得下 我还valuation 不管钱 这个豆面 嗯 嗯 超好吃的 嗯 很好 好吃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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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块 选择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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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超大 了 这个 三 吃饭 好喝 再一碗 好喝 整个厂里这么多 一块四 十块钱 四块钱 鱼肉 四块钱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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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狗云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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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这 狗云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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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